一人当官后,袁天罡立马说,你的骨头不对称,恐怕刚上位就命不长。 大唐盛世,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,魏征,房玄陵等出名的人物占尽风光,相比他们,身为唐朝宰相之一的岑文本,就显得有点失字了。 唐朝贞冠年间,岑文本凭着自己的才华学识,越过众人登上宰相之位,成为历史中的一代名臣,比起就陈元勋上位,岑文本前进就显得相当艰难,能达到宰相这个位置,真的是实属不易。 年仅十四便声名远扬的岑文本,出生在邓州怂好日,如今的可难心也,在他十四岁的时候,他的父亲因受到诬告进入监狱,他只身前往衙门与主管官吏争辩,言辞哀伤,声色是一旁的人不容,之后,纷纷为他求情。 最后,岑文本在官吏的帮助下,成功帮他父亲写掉远屈,这件事也使得他声名远扬,当然,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得来,这与他年幼浩学,秦欧聪颖脱不开关系,幼时的他就已经博览群书,写文章用词优美一气呵成,令很多作家称赞佩服,也就是他这优秀的写作,才能成就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。 隋扬帝年节,岑文本跟上司消帖,被后唐军包围在荆州,岑文本一方面劝说消息投降,另一方面劝说唐军将领李孝公,阻止军中将士们禁止抢夺,于是,得意使得将领安定,百姓平安。 后南方竹城听闻此事,皆选择归顺唐朝,这也使得唐太宗对岑文本赞赏有加,他身处困境,也不光为百姓设计考虑,聪明机智,胆识过人,确实令人佩服。 贞贯元年,岑文本被任命为秘书郎,凭借文词优美的吉田宋,三元宋名声大振,后请李清举荐为忠书这人,在加之岩石古被免时,众人劝唐太宗,重新启用岩石古时,唐太宗却力排众议,亲自下诏,让岑文本接替了这个位置。 升官的岑文本为忠书侍郎,专管重要和私密的文件,贞贯十年,他所参与编辑的周书完成,于是,又被封为江陵县子,岑文本虽身居高位,却更加勤行恳恳,几年慎行,谦卑有礼,礼一笑剃,无以落下,彼时,太子李志出立东宫,许多名人闲事,都想要兼任东宫官职,这是一个升官加决的好机会,很多有野心之人都不愿放过。 太宗一向比较看重岑文本,也想让岑文本担任一个东宫官职,但是,他坚决地拒绝了,尽管这样,太宗还是要求他每隔几天去看望太子一次,太子对他也是尊敬有加。 后贞冠十八年,陈文本被任命为中书令,宰相之一,接连升官本是值得高兴的是,陈文本却郁郁寡欢,母亲问他为何忧虑,他说,他既不是开国功臣,也不是皇帝旧臣,却授予如此高的职位,深感忧虑。 很多老乡朋友听闻他官及宰相,都前来道贺,可是,都被拒之门外,曾文本表示拒绝道贺,他说,金兽调,不受贺,这使被太宗知道了,对他更为信任。 之后,有人劝他多治些田产,他叹道,南方一平民,徒不仁观,往日的希望,不过秘书郎,一线令罢了,而武汉马之劳,只因文末之位中书令,这也到了极点了,承受俸怒之重,使我恐惧已经很多了,怎么还能再谈致满田产呢? 陈文本十分理智谨慎,也懂得分析自己的处境,这也使得他在太宗在为后期多疑的时候处得安然。 陈文本有一个兄弟叫陈文昭,死人顽脸,结交的也都多为官张之人,然而,陈文本却放任他,凡有财务进出,都让陈文昭管理,太宗对陈文昭不满,告诉他,想把其地遣放京城之外,怕文昭拖累了陈文本。 陈文本回答说,陈帝幼年丧父,老母特别专念,不想让他脸素两眼离开其左右,若今外出,母帝忧愁憔悴,倘若,没有这个弟弟,也就没有老母了。 太宗怜悯他的爱母之心,使召见陈文昭言家戒约,中午过世。 公元645年,陈文本跟随太宗讨伐辽辽东地区,一切的事物都由陈文本来安排,他任劳任怨,辛勤劳作,这次的出行事物繁重,使他显得神色异常,太宗看后十分担心,对左右说,陈文本可能不能和他一起回来了。 在去往幽州的路上,陈文本得了很严重的病,不久,病足于此,太宗忧伤不止,后追赠他未适中,广州都督,并允许陪葬昭林,陈文本出生于公元595年,逐于公元645年,享年51岁。 去《太平广记》记载,像是袁天刚,曾为陈文本看过相,称其能为及人臣,但是,由于其谷众不相称,在未两年之内可能会有折寿之祸,谁知,敬意与成称,陈文本在当上宰相的第二年就刻然尝试,令人唏嘘不已。 刘旭族唐书对其评价道,文本文新江海,中冠决霜,身慈父之渊,匡民主之夜,极伟繁绪,得志报中,书曰,小心翼翼,招视上帝,所谓优能商人,不负永年矣,积息而下,登清药的数十人,积善之道,焉可忽诛。 参考资料,太平广记,旧唐书。